虽然它的厂短了,但功能上会适应 补充短了的位置 通常设计多少出来的? 很难说 视乎它不同位置 可以是20-30cm,或者可以更长 20-30cm也很长 也很长 大家要好好爱自己的身体,少减折 不太好 我想问,如果刚才所说 我看到有两个情况 一个是剪短了腸 功能上可以用得到 一个是做做口 这两个是不幸中之大幸 可以这么说 扩散了就很糟 要变成其他东西 扩散了就要找医疗医生帮忙 做一些化疗治疗 甚至乎一些我们叫做标靶治疗 但如果纯粹是大肠 剪短了小肠 痴治疗医生帮忙 又没有扩散 这也是一个仍然可以生活如常的情况 就算做着化疗也可以生活如常 是的 因为本身大肠 我想说大肠癌是比其他癌症 相对治疗是比较理想 理想的意思是 他们的复发率相对低 假设我们刚才所说 两个情况 一个是剪短一条腸 一个是做做口 先说剪短一条腸 我们常生活都可以这样 当然要听吴医生说 吃三份菜和多喝点水 要继续喝 就是用这种情况去生活 都要做正常人 做正常人 做正常人 要经常检查身体 做了一次 有了病之后 很容易左右 没错 另外就是如果真的做了做口 感觉上也很奇怪 其实那件事是怎样的呢 做一个做口的人 是否大便会不留控制流出 还有是否有味 是会自己控制不了 因为我们控制排大便 平时由于肛门有活跃机 若当我们的做口是在肚子走出来的时候 本身的孔是没有收集 即没有活跃机 所以是控制不了它流出来 但现在科技很好 我们有一些叫做口袋 做口袋是会完全密口地 这样将这个孔封住了 然后里面所有流出来的气体 水分 甚至大便 都会放在袋里面 绝对不会有味 即是不觉的 对 不觉的 很噁心的说 正常人放屁 经过不走出来 都会闻到 那些会闻不到 是的 即是一间房间有几个人 是否去洗澡、游水那些 做不到 都可以做到 只把孔连住就可以了 是的 洗澡、肚子也没问题 游水 其实我们只要教它 封得回 都没问题 即是可以不觉 可以不觉 可以不觉 即是幼虎幼高一点 是不到 有很多办法 有很多办法 是否都是在肚子上 不会在其他地方 是在肚子上 都是在肚子上 直接出来 没错 哦 但其实 刚刚所说 现在科技发达 大家的生活 就会更容易适应 但始终是 我们叫做预防性治疗 要吃得清淡一点 吃得多些蔬菜 和喝多些水 这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在肚子上 吴医生还有什么可以 和我们补充 或者有什么 呼吁给我们的手机朋友 其实大肠的健康 是累积性的 累积性的意思是 你今天做的事 其实你的肠会记住你的 所以 永远都没有太早 有些人说 我十多二十岁 我多吃几粒垃圾也可以 我们要记住这件事 其实月早开始 没弄完你的数据 是的 没错 其实我觉得 要选择一点 有时候你觉得那样东西 是很好吃也好 例如 拿个午餐肉去烧一下 其实是脆脆脆 味道是很可口的 但是 致癌也很高 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过程里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 其实是为我们承担一些风险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能够清理 我死了 突然间 我醒了 良心发言 良心发言 我决定 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 那我就吃回健康一点 以前好像 吴先生说 我的菌已经抹了一段时间 好像我这些25岁 抹了25年 像谭律伦校长 都是25岁 那我是否可以说 我从今晚洗衣隔面 就吃多些菜 那我是否可以 洗完那二十多年的职 洗不完 洗不完 但起码 不需要多两千 因为我们又要相信 我们的身体 是有复原能力的 你对它好一点 你才可以期望 它对于你有些回报 它对于你有些回报 的意思是 它会生出一些新的 好一点的细胞 但一定不会完全 把之前这么多年的痕迹 完全没了